大家好,我是白贝 莫斯科行动是根据93国际大捷案改编的 刘德华坐实女儿奴 流浪地球里面呢是鸭鸭 这不更是女儿,是灵魂锁 最后破案的关键的反水要素 也是想回国见女儿 很然很爽 不会让人有看不下去的冲动 黄轩饰演的反派很风魔 素姬石里的海王模仿小丑的片段 背景音乐呢是天鹅虎 这部黄轩呢也整上了一部背景交响语 颇有风批美人的感觉 文系薄弱,动作性很然很爽 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呢 个个都是鸡肋 作为灵魂线索的真真 除了反水导向提供线索 其他的时候都是工具人的存在 作为国欠党的爽片呢 推荐观看 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 90年代初,苏联解铁 俄罗斯经济接近崩溃 大批的中国导爷乘坐K3次北京 至莫斯科国际列车 将中国的商品导卖到俄罗斯 获取天价的利润 以苗青山,代号滴,黄轩室演的角色 为首的汉匪集团 在承载着巨额现金和财富的K3列车 进行了丧心病狂的连环洗劫和强奸 案件轰动事件 中国警察崔正海张寒宇是 带领公安小队伪装成商人 深入莫斯科展开抓捕行动 认真是列车上负责踩点 负责在一个小纸条上写上 哪节车厢的倒爷财富多 然后代号滴进行逐格抢劫 张寒宇带领的抓捕小分队 伪装成商人 负责来莫斯科收债 张寒宇一上车就瞄准了珍珍 第一场戏就顺走了珍珍的纸条 下车后珍珍敏锐的发现了端倪 刘德华饰演的瓦西里是一个神秘人 因为女儿被D控制和要挟 所以女儿就向D拴住瓦西里的一根绳索 随时随地可以把瓦西里拿出来使用 D团体的一个合作小分支想要单飞 自己上K3列车干了一单 结果被张寒宇反扑 D知道中国的警察来了 准备干一单大的 然后就跑路 马上联系瓦西里 因为瓦西里原来是干过下水道生意的 D想从下水道顺走赌场的钱 然后出逃 瓦西里不想干 但是D承诺只要干完这票 就让刘德华见女儿 刘德华只要允诺 那边的张寒宇开始了追捕破案行动 从小分队入手查到瓦西里 并派出卧底 卧底呢就是到莫斯科来帮助自己的幕后老板买战斗机 正好瓦西里作为在莫斯科的华人万事通 卧底自然找上了瓦西里 瓦西里于是拿到了这个单子 赌场下水道抢劫案马上就要开始了 D有一个出生入死的弟弟苗子文 真真是苗子文的相好 D看出了真真会成为自己这场大案的绊脚石 于是再三告诫 此次行动不能让真真参加 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于是为了彻底断了苗子文的儿女情长 强暴了真真 知道此时的子文 自然是不能理解差点跟兄弟反目 但一会儿就被D的强大气场给洗脑了 决定还是大哥说的在里 真真被欺负后反水 倒向张罕宇 于是得到线索的张罕宇 马上找到D的合作小分队 小分队一号成员被成功干掉 二号成员呢吐露了下水道 就被枪击身亡了 顺着这个线索 张罕宇一行人查到了赌场的下水道 并且听到了瓦西里敲击管道的声响 所以这场激战非常的过瘾 最后还是被D给逃走了 张罕宇布下了一个陷阱 就等于尔上高 D赌场没得手 于是打算从瓦西里接单战斗机里捞一笔 D搞到了战斗机 瓦西里有买家 于是D又有女儿 要挟瓦西里一定要合作 瓦西里同意了 警方也通过真真知道了瓦西里的软肋是女儿 于是警方在国内展开搜查 找到了瓦西里的女儿 瓦西里的买家其实是警方的卧底 所以这场行动 D被成功抓获 瓦西里准备拿上钱跑路 并不想跟警方合作 因为瓦西里也是一个逃犯 回到中国就将服刑 但是打开前发现钱都是假的 里面附着一张瓦西里女儿的照片 瓦西里作为实打实的女儿奴 最终还是妥协了 被张罕宇拿捏 决定配合 真真作为很重要的证人 在医院里面被苗子文干掉了 苗子文在战斗机行动中逃脱 D和瓦西里都将被押往国内审讯 坐上K3的列车 因为列车时间很长 所以一路上的押送也是高度紧张的 在快要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 D用功心计想要策反瓦西里 说一旦自己逃脱了 瓦西的女儿莉莉就会非常危险 所以让瓦西里跟自己合作 快入境的时候 苗子文潜伏在列车 换底盘出炸毁了列车 试图救回敌 最后一场巅峰对决 动作戏也非常的精彩 苗子文拿着瓦西里作为人质 张罕宇拿着D做为人质 瓦西里说千万不要放过敌 宁愿自己牺牲都可以 最后苗子文开枪射瞎了瓦西里 瓦西里最终还是无法看见自己的女儿 苗子文也被枪拒 D终于成功被押回了国内受训 至此九三列车国际大检案告破 故事非常的简单 动作戏非常的燃炸 这是一部男性视角的爽 虽女性角色单薄且鸡肋 就拿文永山饰演的甄甄来说 作为很重要的角色 两场戏都让人不适 第一就是一定要让兄弟强暴 才能拯救苗子文断儿女情长 第二场戏就是真诚果然反水 在医院里 警方也没有加以保护 就让苗子文一刀干掉了 死得极其突然且割裂 其他的女性角色也非常的脸谱化 没有记忆点 这个电影作为国庆党爽片 里面有很多暴力镜头 动作戏都拍得很不错 特别夸一下黄轩的演技 作为反派演得很风魔 但是梦回素机时 也算莫马作为反派 每次封闭镜头都要放天鹅湖的BGM 这部黄轩也是喜欢交响乐的设定 只要一干大事就要来手交响乐 反派很耐打 所以打的东西都设计的挺精彩的 喜欢看刺激暴力场面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 还是很过瘾 这个电影的缺点 就是对女性的暴力场面处理的 极其让人顺利不适 感觉这个导演非常的业女 电影中对待女性角色的暴力 不是强奸就是轮奸 整体情节处理的非常粗糙 对待女性角色的处理上也非常的落后 不推荐带小孩观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看完了今天的节目 你会不会去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 如果觉得视频不错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是贝贝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